各位观众马熙会倒数计时 我们都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但此刻我们都活在一个历史事件当中 2015年的11月7号下午3点钟 马熙会即将正式开展 目前我们看到双方面 不管是硬体跟软体的准备 已经全然就绪 当然我们媒体采访团也已经全然就绪了 今天大家一大早大概7点钟左右 就到现场摆好位置 希望待会能够捕捉到最好最近的一个镜头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今天的议程部分 今天下午3点钟马熙会的开展 那么一开始当然是历史一握 那么这一握我想就是全球媒体 明天的头版头的一个照片 已经是可以预期的 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双方领导人 会各发表5分钟的谈话 在间短的谈话之后 随后进行的是闭门会议 当然闭门会议谈的内容 此刻为止是最高的机密 但是在会后 之前马总统就承诺 不会签署任何的这个声明维建 不会有共同的这个约定 同时也不会有这个私下的约定等等 但是会发表一份这个内容 相同的新闻稿 那么当然这个会谈的这个内容 到目前为止 那么双方根据了解 还在磋商当中 好 而在这个闭门会议之后呢 双方会各自举行记者会 那么在大陆呢 依照惯例 这个领导人是不会亲自主持记者会的 因此由国台办这个主任张志军来主持 但是这个在台湾的部分呢 马总统认为这个媒体采访团非常辛苦 所以他愿意亲自主持这个记者会 亲自回答大家的提问 好 那么之后呢 我想是另外一个重头信 那么就是双方共进晚餐 这个晚餐呢 以非常简单的形式进行 那么当然这家酒店的晚餐的一个著名的招牌菜是烤鸭 今天晚上会不会有烤鸭 当然此刻还不得而知 但是根据双方领导人的风格呢 一般来讲是非常的简朴的 因此不会是一场很豪华的晚宴 同时大家知道呢 在华人的系统当中 当然这个共进晚餐呢 是这个气氛活络 气氛友好的表现 因此在这个晚餐当中呢 很令人瞩目的 马总统之前强调 他希望邀请这个习近平呢 到台湾访问 这个正式邀约 有没有可能在晚餐轻松的气氛当中提出呢 这也是有待观察的 好那么随行呢 这个马总统在结束晚宴之后呢 行程很快的在七点半钟启程 回到台湾呢 大概是已经深夜十二点了 那么结束了短短不到十个小时的 这个旋风式的访问 新加坡一日来回 那么从现在起锁定中天新闻 在下午三点的这个马席会 现场直播 我们有来自这个会场 最新的一个报道 同时也有学者专家的深度解析 锁定五十二频道 中天新闻